我們開始講這個Linear Algebra 首先我們要研究一下這個Real Plane 即是平面 首先有這個符號 就是R2次 就是A-B 這個樣子,而A和B是實數 其實就等於中學時候學的Coordinate 只不過我們用一個符號去代表所有這些點 這個A-B就叫Ordered Pair Ordered Pair的意思是 那兩個數字的次序是重要的 調轉了是會不同的 0-0我們知道會叫原點 Origin 我們都會用0 然後上面一個墊槌去代表 上面那個墊槌當然是代表Factor 因為我們可以用Factor來理解平面上的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Factor去代表這些點 例如1-3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由Origin 指去1-3這一點 而形成的Factor去代表 在R2這個平面上面 就有兩個運算 第一個就是加法 其實就只不過是把那兩點相應的Coordinate 換句話說 就是x1-x2-y1-y2 就等於x1-y1-x2-y2 那麼 在Factor的角度 其實我們把兩支Factor加在一起 我們知道可以用這個 Tip-to-tail Method 去找出 那個加出來的Factor 例如我有一個Factor A和Factor B 它們分別都是由原點指去某個位置 去找出A加B 我們就只需要把其中一支 例如A 尾就放到另外一支 即是B的尖 那麼A的尖 就會是我們新的Factor的尖位 所以就會得出一個這樣的Factor A加B 第二個運算就是 Scalar Multiplication 即是純量的乘法 假設如果我有一個實數Lambda 那麼Lambda乘一個Point x1-x2 其實就是把每一個Coordinate都乘上Lambda 就會得出Lambda x1-Lambda x2 例如我有一支Factor V這樣指出來 那麼2乘V就是 即是 跟一支Factor 但是我有兩倍的長度 而 如果我有-2分1V 即是代表 我是反方向 調轉那邊 指出去 但是仍然都是 跟原本那支是 平衡的 但是由於它有個2分1 就代表我那個長度會 只剩一半 所以 Scalar Multiplication 其實是 即是等於 將原本的G Vector 去調教它的長度 即是英文所謂的Scaling 所以 在這個case Lambda 就會叫做Scalar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去形容一條 在實數平面上的線呢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以前中學學過的 Cartesian Equation 就是有這樣的樣子 A乘X加B乘Y加C等於0 那怎麼為之 在這條equation所代表的線上面 就是一點 假設是X0Y0 那麼它會 在這條線上面 就是代表 當我將X代做X0 Y代做Y0的時候 左邊就會等於右邊 就即是說 A乘X0加B乘Y0加C 是會等於0 那幅圖大概就是這樣 除了Cartesian Equation之外 我們還可以用這個Vector Equation 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去定義出來 就是我們假設有U和V這兩支Vector 那V要是不等於0的 那麼我們可以定義一條線L 就是會穿過U和V平衡 那這個定義就是 U加LambdaV 而Lambda可以是任何的實數 那就是用一個Z去代表 這個Z就代表了 就是所有在L上面的點 那就是說 如果我將U寫作U1-U2 V寫作V1-V2 而Lambda是實數 那怎樣去理解這個寫法呢 就是 首先畫個Plane出來 那 如果我們有一條這樣的線是L 那 U就會在L上面的其中一點 即是說 U這支Vector的尖 就應該指去L上面的某一點 那 至於 V又是什麼來的呢 首先V我們是 會和L這條線是平衡的 所以我們 當V是這樣的 那LambdaV就代表是 和V平衡的一支Vector 但是長度應該會不同 所以什麼叫做 U加LambdaV呢 就是在 U那點 上面 加一個 在V那個方向的一支Vector 其實這樣加下去 就是會在L上面 那所以呢 所以 U加LambdaV 就是在L上面的另一點 根據這個Vector的加法 那所以呢 只要我轉那個Lambda的值 那 U加LambdaV 可以去到L的所有點 所以 就可以完整地 去形容到L 那 我們也會叫V 做L的Direction Vector 因為其實它真的代表了 L的指出那個方向 那 留意呢 如果V是Direction Vector 那 任何 的實數 K 我將K乘到V 都會是一個Direction Vector 來的 因為 記得 就是Scale & Multiplication 我不會轉那個方向 只是會轉那個長度 那 先講一些簡單的例子 例如 如何用Vector Equation 去代表 X-Axis 首先 我要在X-Axis上面 找到其中一點 最簡單當然就是Origin 0-0 然後 我要找一支Direction Vector Direction Vector 即是 我要沿著X-Axis 這樣去 沿著X-Axis 這樣去 其實最簡單就是 我向右邊走一格 換言之 就是 1-0 這一點 所以 1-0 這一點 就可以當是Direction Vector 換言之 X-Axis 可以用0-0 加Lambda 乘1-0 這個樣子 去代表 那 Y-Axis 又如何呢 Y-Axis 同樣道理 我們先找其中一點 又是 原點 Origin 都會在Y-Axis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用0-0 然後我們又嘗試 在Y-Axis上面去走 那 我們又可以 向上行一格 就會去到0-1 所以 0-1 就會是 Y-Axis的Direction Vector 所以 Y-Axis 就可以用0-0 加Lambda 乘0-1 這個樣子去代表 另外 假設我有條線 X加Y等於1 這條線 我們就可以用 1-0 加Lambda 乘1-1 這個樣子去代表 我們可以畫圖出來 去理解一下 1-0 即是我沿著X-Axis 向右邊走一格 所以 這個尖位 就應該是 這條線的其中一點 而 -1-1 就是 我向左邊走一格 再向上走一格 那就應該是指著 左上角的方向 所以 如果我把黃色這條factor 拍到橙色那條 就應該會得出 這條線 這條線就是 X加Y等於1 我們也可以 用代數去證明一下 就是 我們把X-Coordinate寫出來 就應該是1-Lambda 而Y的Coordinate 就應該是Lambda 所以 如果我們 計算X加Y 就會是1-Lambda 再加Lambda 所以就會是1 我們來正式看一個例子 如何把factor equation 轉為Cartesian equation 假設我們有這條線 L是1-2 加Lambda 乘-3-4 Lambda 是實數 去找Cartesian equation 我們要知道 X和Y 所以我們假設 X-Y 是L上面的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X-Y 寫作 1-2 加Lambda 乘-3-4 這樣 這樣 把Coordinate 寫出來 就是 1-3Lambda 2-2 加4Lambda 我們現在可以把兩邊的Coordinate 令到它們一樣 就是 X等於1-3Lambda 和Y等於2加4Lambda 要這兩條線做1同意 它得出Cartesian equation 我們就只需要把Lambda 消滅了它 就可以把X和Y 聯繫在一起 去消滅Lambda 我們可以把第一條Equation 乘4 再加第二條Equation 乘3 左手邊 我們會得出 4X加3Y 右手邊 我們有4乘括弧 1-3Lambda 加3乘括弧 2加4Lambda 乘回 就會有4-12Lambda 加6加12Lambda 即是剩下10 換言之 我們需要的Cartesian equation 就是4X加3Y-10等於0 反過來我們看一個例子 怎樣可以由Cartesian equation 去找出那條線的Factor equation 假設我們有這條線 7X-2Y加1等於0 首先我們把它寫作Slope Intercept Form 即是Y等於7-2X加1-2 我們可以畫圖出來 即是代表那條線的Slope是7-2 而它的Y Intercept是1-2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它的Direction Factor是2-7 因為Slope是7-2的意思 即是X會上升兩格 Y都會上升7格 所以2-7就會是Direction Factor 在線上的其中一支Factor 就自然可以是Y Intercept 即是0-2分1 所以我們需要的Factor Equation 就是0-2分1 加Lambda乘2-7 Lambda是實數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Direction Factor 我們要用這個Direction Factor 我們要用這個Direction Factor